世界杯八强已经决出六支球队 最后两个席位将在西班牙和摩洛哥 葡萄牙和瑞士之间产生 这两场比赛也是悬念非常大的比赛 路四谁手还未可知 先开战的是摩洛哥对阵西班牙 球迷按照一贯的观点 当然认为西班牙会轻松取胜 可本届世界杯上 欧洲球队集体为米 除了英法两支强队外 其他欧洲球队哪只被踢出局都不意外 西班牙队在小组赛最后一场输给日本 也显现没能从小组出现 要不是德国队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西班牙就和德国一起打道回府了 而摩洛哥队在表现非常出色 完胜比利时 轻取加拿大 战平克罗地亚 俨然是非洲最强球队 所以本场比赛的胜负绝对是五五开 摩洛哥队的球员名气 虽然没有西班牙队的 但切赫 阿什拉夫 布努 布法勒这些球员绝对是实力大于名气 球队的踢法简洁实用 快速的反击和让对手头痛 他们最厉害的杀手锏则是定位球 小组赛摩洛哥一共攻入四球 有三球是依靠定位球完成的 比利时黄金一带 在防守他们的定位球上就吃了大亏 所以西班牙队要想赢球 一定要加倍小心 西班牙队也有自己的优势 队内几乎所有的球员都来自豪门俱乐部 他们传控技术娴熟 每个人的个人能力都超强 有什么为球星灵光闪现 就能决定比赛的走势 所以这场对决将会十分胶着 双方进入加时赛的可能性很大 预计摩洛哥2比1取胜 而葡萄牙对阵瑞士则是欧洲内战 进入淘汰赛后 每场比赛对于C罗来说 都有可能是自己代表国家队出战的 最后一场比赛 所以这位老将是竭尽全力 想给自己的国家队生涯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瑞士队并不好对付 这支球队的防守非常有任性 巴西队也只攻入了他们一个球 葡萄牙队的攻击组合 虽然也很强大 但要想打透瑞士队的防守 恐怕需要很大的难度 而且瑞士队的反击非常犀利 扎卡 沙里奇 奥卡夫等攻击球员的实力 不在葡萄牙队必废 C罗等人之下 所以本场葡萄牙在整体实力上略战优势 但最多也就是六四开 临场时还要看贝尔纳多喜尔罗 坎塞洛 菲利克斯等中前场 这些球员如何组合发挥 如果被瑞士队拖入到点球大战 葡萄牙队会陷入麻烦 因为没有哪支球队有把握 能从点球战中胜出 预计本场比赛会被进行点球大战 葡萄牙点球战胜瑞士